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 那也算历了业了 依我说 你们俩今儿个 圆了防备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了 我霍孝林文桃武略天下第一 要娶我也不能娶她 樱桃怎么了 我瞧着挺好 现在可不比从前 咱们活家败落了 你就别摆那大爷的谱了 没有天仙等着你 闭嘴吧你 大少爷 大少爷等一等 奶奶有话跟你说 老孙子 坐 来 坐 你有话快说 我等着上工呢 上码头上开工了 这个小溜儿 怎么什么都说啊 是 又怎么样 我有的是力气 扛麻包也能养活你 不过以后恐怕没鸡吃了 你还没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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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嫌吃得不好啊 你就别让我养活 鹰头不是愿意养你吗 你让他拿筐给你背走 爱去哪儿去哪儿 这话说的 吃啥鸡呀 有口吃得饿不死 我就知足 我这当奶奶的 是替你着想 不是 你身上不是有件黄货吗 要上码头上开工 可不能带着这东西 码头上人多手砸 万一丢了我 那不得了呗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败家子 传家的金锁不要了 画喽打成了金镯子送给女人 幸亏我老太太诡计多端 给骗过来了 这要是进了当铺 换成仙的羊 狗女仨过个一年半载的 奶奶 你又把她当了 这可使不得呀 大校爷拿她当命似的 傻丫头 我不告诉你了吗 这东西留的 她打这东西 是为了送给那女人的 这东西留在身边 她心里老惦记着她 咱给她当了 让她把那女的忘得干干净净 这样 她才能跟你圆房 不行 奶奶 啥时候轮着你在我面前说不行 只要我活着 就得我做主 我说当就得当 赵丑 哥 赵多少 六个 哎呀 还是你修 我 你看 我就撒 我不修 我没劲 干的少 挣的也少 不错 好歹还管一顿饭头 这样 趁着天没黑 咱们把这些钱 都买成粮食交给樱头 只要有粮 咱们就饿不死 拿点 什么 什么什么呀 哎 不懂规矩啊 什么规矩 我 哎 哎 哎 你为什么打人啊 我这伸着手呢 你问我什么什么 你偷回来啊你 大哥 你别打人啊 我们兄弟俩是偷回来 哦 我告诉你啊 这码头 是我们家皇爷的地盘 只要是在码头上干活的 每个人都得交分子钱 分子钱 对啊 按人头 有一份算一份 这 交多少 没人这个数 那说的是十天后啊 这头十天在码头上 干活挣的钱 都是皇爷的 哪儿来的这样的规矩 我们干活挣的钱 全都交给你们了 我们拿什么吃饭 拿什么养家 你跟我讲道理 规矩是皇爷定的 跟皇爷去说道理的 中国当今之社会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 剥削和压迫 哪里有剥削 哪里就有斗争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只有斗争 只有反抗 你们这是剥削 是压迫 叫上板了 快点 大哥 大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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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都给我追 快走 来 打开这儿 不是 打开这儿 不是 打开吧 你这边 我这边 来 滚开 在那儿呢 抓紧在那儿 别动 抓紧 放 想着吗 我记得了 快快快 快快快 这要死啊 动魂 看我呢 你别打 不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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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 放 大哥 咱快跑吧 你嚇人了 救命啊 小哥 姚和 这哪儿来的臭苦力啊 还拿着刀 黄老板 逮的他 是他杀了阿水 竟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 弟兄们 把他给我剁茶肉酱 杀 否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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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咬孤子 再不咬孔 是 长官 好 老是 皇上 內 sincerely 咱们 基督 把它给我碎十万段 慢 黄老板 请高抬跪下 我说管老鬼 这儿可没你的事 要谈生意 等我把它剁碎了再谈 黄老板 借一步说话 借什么借 有话就在说 黄马子 如果是三爷这么跟我说话 也就罢了 你是不是颠领颠领你的辈分 对不起了 黄老板 这个人杀死我两个兄弟 我正在气头上 既然你说了对不起 那我就得寸进尺了 黄老板 卖个面子 留他一条生路 什么 不行 这么点小事 我一定要去求三爷们 你 你跟他啥关系啊 他是我的一个小老乡 本来到武汉是偷奔我的 可是阴差阳错 所以 他是在你的码头上讨饭是吧 老乡 杀人要偿命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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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考这一条命值多少钱 我管子昏心里是有数的 这两个兄弟的安葬费 我来处理 就高不就低 怎么样 这是哪儿 他醒了 我去叫医生 他的生命力很强 这么快就新过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基本上可以向你保证 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谢谢医生 这个青年人很重要 无论如何 要把他救过来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您忘了 我们这里可是医院 救人是我们的天志 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谁 为什么救我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谁一样 暂时没必要告诉你 我是谁 我救你 就是因为我们有缘 好好休息吧 在医院的楼刚 这住的都是洋人 我想进去 可 可他不让我进去 我大哥 他大哥说好了有难从咱了 他 他把我一人堆在水里 自己去跟那些人拼拼去了 就这么点出息 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我 我 那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 就为了俩工钱把命丢喽 活该 老太太说什么 我说他死了活该 活该活该活该 活该活该 我又说了三遍活该 你有本事把我砍死 反正我孙子也死了 没人养候我 早晚得饿死 还不如你砍死我 你放心 你死不了 我大哥跟那帮流氓拼命之前 跟我交代了 让我好好照顾你 你说什么 我孙子跟人玩命之前 他跟你说了啥 我看你小的 还能往哪儿跑 小刘 别让我奶奶饿死 他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就把我推水里了 他知道我会游泳 我知道他是害压的 他不会啊 我们兄弟 本应该一块儿死的 就是因为你这死老太太 他爸已经饿死 才让我回来逃病的 老太太 你 你听见了吗 我孙子他不赖 死不了 死不了 老天爷有眼内 这么孝顺的孙子 哪儿能让他死了呢 他 杨人的遗愿大 一生高 肯定能把他救活了 救活了 宰了赵金虎他都能全身而退 这叫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死不了泪 我孙子死不了 我孙子死不了 赵树成 赵树成 你快醒醒赵树成 赵树成 赵树成 你要坚持住啊赵树成 赵树成 快醒醒赵树成 赵树成 赵树成 坚持住赵树成 赵树成 赵树成 玛丽老师 你这样做得非常好 继续地叫他的名字 一定能帮助他醒过来 好 赵树成 你快醒醒赵树成 你不能走赵树成 坚持住 赵树成 赵树成 你不能走赵树成 赵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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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大夫 她的手跟她动了一下 她钻了我一下 钻得非常紧 太好了 玛丽亚护士 你就继续地呼喚他 但是要像亲人 像艾尔尼一样地叫他 一定是有用的 赵树成 赵树成 你醒醒 赵树成 我听你的战友说了 你是北伐军的英雄 你和你的战友们 打败了反动军阀 吴佩孚的部队 你是英雄 人民需要你这样的英雄 你不能死 你还太年轻了 你的生活 还没有开始呢 也许 有个美丽的姑娘 在等着你去爱她 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 赵树成 你听见了吗 不要辜负美丽的姑娘 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赵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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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成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赵树成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去救活他 马里亚护士 你这样说的不对 凡是经历医院的病人 我们都由义务去挽救他们的生命 况且我们现在 也没有办法对赵树成做得更多 所以你就急速地呼唤他 我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病人 护士 过来一下 我们需要给他主持肠心针 我不去 好吧 我去 赵树成 赵树成 英雄赵树成 你不能死 为了美丽的姑娘 为了你未来的妻子 你的儿女 你不能死 你要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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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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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住哪间呀 你就不该回来来救我 反正他们也打不死我 不过大哥你可真仗义 要是来生 我还能脱身成人 我还给你当这兄弟 大哥 你奶奶说你死不了 你可千万别死啊 你可千万别死啊 两眼 赵树成 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 好 玛丽亚护士 该给我胜疑传打针了 哦 这么好的药品 给这种流氓无脉 真是浪费了 你 你干什么呀 你打针 疼 等等 等等 护士 我问一下 那个赵书成会醒吗 当然 他是英雄 上帝会保佑他重生的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认识他 不不不不不不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赵书成 我一直听你叫他的名字 我说的嘛 像你这种流氓无赖 怎么配认识大英雄 小六 哪儿来得及啊 你就别问了 快拿给老太吃吧 那么大岁数了 他比我都沉 三天不吃肉 他叫啊 我走啊 哎 小六兄弟 你怎么瘸了 哎呀 没事儿 没事儿 真香啊 行了 甭看了 看他长得像个孩子 十几生啊 早就成人了 疼了人了 都有点脸皮 你要问他这鸡哪儿来的 他能跟你说实话吗 再说了 这还用问呢 他干什么回能这么多钱 买得起鸡 这临时偷的呗 偷了鸡让人追的咋 这才瘸了的 偷的 奶奶 偷的东西咱可不能吃啊 怎么不能吃啊 要不是我偷的 不吃 那小六子不是白嗨咋的吗 吃 你也吃 吃 我不吃 你个傻丫头 你看看你自个儿 三分级 七分饿 面黄鸡瘦的 你赶紧把身子调养好喽 多吃点 我告诉你 我孙子他死不了 等他一回家 我就做主给你们办喜事 把身子调养好了 你们圆了房 赶紧给我生虫孙子 快吃 吃 奶奶 您的心可真大呀 没关眼 快快快 去拿眼睛我站着吃 快去 来 走 醒了醒了 赵树成醒了 快去叫医生 赵树成 我 我这是在哪儿 你在医院 赵初诚 你放心 我们医院 有全汉口最好的医生 一定会把你救活的 你是大英雄 你死不了的 我以为 我已经死了 没有 没有 你还活着 我每天都能摸到你的心跳 你的心脏 跳得特别有劲 一直都在做 我梦 在梦里 听到有一个特别和听的声音 一直都在喊我的名字 是你吗 是我 你长得真美 叫什么名字 你叫我玛利亚护士就行了 玛利亚 圣母的名字 难怪长得这么美 医生 你看 西蒙医生 赵初诚醒了 赵初诚先生 你一定要好好地感谢玛利亚小姐 我相信 是她唱时间的呼唤 才让你醒过来了 她的脸 你干什么呢 问你话呢 你干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干 她的脸病没有受伤 谁把她包了起来 我们没有 不是我们 一定是她自己弄的 反正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她的精神 暂时处理点问题 也是正常 玛利亚小姐 不要做怪病人 大哥 他们这把你砍成什么样了这是 大哥 你怎么不说话 大哥 你找我看看 这 这 这 嘘 站住 干什么呢 哥 有点路窄啊这个 小孩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谁小孩 我没见过你 那你刚才叫的大哥 他醒了吗 醒啊 没 没醒呢 那跟你大哥说一声 说我们是病友 住在一间病房里 也算是缘分 只要他愿意 在睡不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聊聊天 也省得闷得我 我大哥说了 不想跟你聊天 哎呀 哥 我就是不放心 你来看看你 我跟你说 您就放下养伤 老太太都挺好吧 我啊 一会儿还得想办法 给他再弄这机器呢 那我先走了啊哥 我先走了啊 哎 哎 小孩儿 谁小孩儿 谁小孩儿 不是 你快走 去你快走 走 帷路 我知道你听得见 听他们说 你是和恶观流氓 打码头受得伤 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 但我想我们应该是同龄人 一个人敢跟几十个人拼命 了不起的汉子 如果你心头有热血 心中装着国家 装着民族 我希望你能够投奔北伐军 你这么勇敢 在军中一定大有作为 谁让你起来的 赶紧回去躺着 是 好美好香的花 对了 你每天都给我买花 花了不少钱吧 多少钱我要给你的 不要钱 那怎么可以 你每天都给我送花 我心情很愉悦 恢复得很快 我已经很感激了 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真的不用钱 这花不是买的 是在我家后花园采的 那你家的花园一定很大了 不 大不大 很小的 那如果是很小的花园 你每天都给我采花 那不早就采秃了 好 那这么说 你们家花园挺大喽 我家 住在乡下 一个叫西洋的地方 听说过吗 我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里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花 不过 我义兄霍晓琳家 他们家的花园更大更美丽 是全乡城最美丽的花园 可惜 他们全家都死光了 现在的花园 应该都荒了吧 马利亚胡适 在祖国的很多角落里 反动军阀的暴政 剥削 压迫 比军阀无佩服 还要可恶一百倍 这就是我加入北伐军的原因 只有通过革命 斗争 流血牺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 我求求你了 让医生放我出院吧 我要回到战场上去 北伐军已经围了武昌城 很多天了 我相信 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一个军人 应该在子弹和炮火最猛烈的地方 不行 你的伤太重了 离开医院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生命 不是应该跟随理想吗 没有理想 没有信仰 我宁可死去 我求你让我出院吧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最快也还有五天哪 你说的 五天就五天 五天之后我就出院 都怪你这么急 西蒙医生不让我告诉你的 她的真实想法 是希望你再住两个月 两个月 怎么可能武昌城早 被攻下来了 五天 五天一个来得及 玛利亚你知道吗 昨天在梦里 我听见了冲锋的号叫声 总青 五天 五天 六天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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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天 五天 冰瑶 你真奇怪啊 我们可是有缘人 你为什么老躲着我 是不是因为 听说我是军人 我知道你们是些 打码头的 一怕警察二怕当兵的 可我们不是救军阀的兵 是保护人民的 只要你好好做人 别再和流氓恶棍为非做点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对不起 弄疼你了吧 这么多天 没听你说过一句话 你不会是痒了吧 我知道你不是 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 做人要做一个好人 一个有热血的好男儿 应该投身军力 为中华民族处理 有缘人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赵淑成 如果你想报效祖国 到北伐军来找我 我介绍就入国 赵淑成 赵淑成 谁让你出院的 我和西蒙一生谈过了 她同意了 你还没恢复好呢 一个战士早晚要牺牲的 恢复得怎么样不重要 我不允许你出院 战斗马上就要打下了 反动军阀很猖獗 我们兵力有限 我不能每天赖在病房里 赵淑成你不能死 我是说 我 我不希望你死 玛利亚小姐 谢谢你这些天的惊性忽略 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 你告诉我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 我以为是个梦 后来我明白 是现实 为了让我醒来 你一直都在呼唤我对吗 当我睁开眼睛 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就是你 美丽的姑娘 玛利亚 忘了我吧 我也会忘了你的 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 我不想有任何牵挂 玛利亚 忘了我吧 我也会忘了你的 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 我不想有任何牵挂 你别哭 还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 你这样会让我手足无措的 谁哭了 你要去死 你就去吧 这是我第一次从你嘴里 听到这么厉害的花 你都要去死了 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这花是给我的吗 本来是的 但是花对死人没有用 可我非常想要 真香 好 这么美丽的花 只有像你这样人慈而美丽的姑娘 才配拥有它 借你的鲜花 回敬我心中的圣母 玛利亚小姐 请你接受它 为我祈祷吧 也许我会活下来 为这个国家牺牲 是光荣的 但这一份光荣 不一定轮得到我 赵住程 小心 太浪漫了 玛利亚小姐 她是在向你求爱吗 谢谢大家 那什么 脸上没落疤了吧 我不知道啊 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 那那那脑袋上都缠着纱布呢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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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脸上缠着纱布 那肯定是让斧子给砍花了 奶奶 您别唉声叹气的 我不嫌 谁说你嫌了 我知道你不嫌 你一小丫鬟儿嫁给大少爷 你还嫌他脸上有疤了 我是琢磨我这大孙子 我们霍家这棵毒苗 这辈子可就不能封侯拜相了 你们是不懂哎 男人这张脸是主官运的 脸上有了疤 官运就给破了 哎 小丫头 这回你可美了 之前我孙子 他是一直没看上你 这回脸上有疤了 这心光当 掉下来了 心气没那么高了 跟你原房的日子可就近了 小六子 你再去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你大哥 什么时候从医院出来 他一出来 咱们家就办大事 啥大事 赵书诚一走 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你 叫玛丽雅是吧 是又怎么样 还是又怎么样 我还以为是匹大洋马呢 你说你一个中国娘们 起什么洋名 真不嫌丢人现眼 你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 这些日子本大少爷 没少让你欺负 别看我没住过洋医院 可是我懂 打针有那么打的吗 疼死你爷爷我了 你还配打针 你怎么没让流氓 用斧子给看死 哎 可惜 我没死 好好地抬举你了 住进你们的医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住这个医院 是有人给钱的 那位老板姓管对吧 我的救命恩人 人家拿钱给你们医院 你们就应该好好地伺候我 你倒好 拿爷爷我当牲口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 再把爷爷弄疼了 爷爷弄死你 你 你什么你 你个护士还想不想干了 本大少爷最近这段时间没说话 你当我是哑巴呀 我告诉你 几十个人拿着斧子围着爷爷 爷爷都没带怕的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乡上那个赵书成了对吧 可是人家搭理你吗 就算他搭理你有用吗 他就是个傻子 非要上战场去送死 我告诉你 在他们老家西洋 他可是个人物 他爹是保安司令 有七个姨太太 其中五个戏子 两个婊子 你要想嫁给他呀 你就得学学他那些小妈 他想跟我耍横子 你有我劲大吗 刘玛 物质 你这个臭伤 赵书成啊 赵书成 我怎么永远也比不上了 就连个小丫头 都拿你当英雄 拿我当狗屎 狗屎就狗屎吧 狗屎也挺好 狗屎困了 不打针拉倒 睡 你怎么听说 那我们有天子 要先不知道 谁 我这儿 你们不管 你 我这儿 我呀 你这儿 我这儿 你这个身体 大哥大哥 别开枪 别开枪 这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儿 枪声一响警察就得来 你们跑不了的 我就是一抛臭狗屎 你们犯不着 因为我被警察枪毙了啊 听着 你要是再敢调戏玛丽亚 你的尸体 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玛丽亚小姐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永远不要再发生 要不然 我们的医院 只能拒绝你的工作了 对不起 西蒙医生 对不起 有什么用 去向你的患者道歉 我会的 西蒙医生 请让我在这儿 继续工作下去吧 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玛丽亚护士 对不住啊 对不住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 再也不敢了 真的 二十一床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你可别这样 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在跟你道歉 你要接受 我接受 我接受 该打针了 我之前给你打针 带着个人情绪 这不是一名护士应该做的 也请你原谅 没事 没事 挺好的 你随便打 我不怕同针的 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你 你是在打针吗 别动 你这是干吗呢 让你别动 我 我痒 不许说话 好了 好了 这么快 真舒服 玛丽亚护士 要不你再给我打一针吧 你会游泳吗 我问你 你会游泳吗 不会 那就是说 如果把你这个活人 扔到浆里 你也只能喂鱼 是吧 你要是再敢挑衅玛丽亚 你的尸体 就会被扔到浆里边喂鱼 你 我看你真是不长记性 玛丽亚护士 你干吗 你这名字什么意思 我问清楚了 是神仙的意思 是王母娘娘的意思 王母娘娘 你饶了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 我给你磕头认罪 你别 求你别给我扔到江里喂鱼了 求求你了 看你这德性 也不像一个人 敢和好几十个人拼命的样子呀 就你这样的 也算个男人 我怎么不是男人了我 我媳妇我都有了 好 爹 回来了 您是不是又派人去医院看着我了 有吗 装糊涂 告诉他们不许吓唬我的病人 不然我的工作就该丢了 你的工作 我看 你就别干了 我听说医院住进了个小混混 整天在欺负你 这种人不该收拾吗 真的是你让他们干的 爹 你还嫌害我害得不够呀 生气了 你答应我 好吧 好吧 派去的人 不许再干扰我的工作 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跟着我 好 好 你苏伯去上海料理生意 回来给你带了条西洋裙 看你喜欢吗 真漂亮 喜欢就好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你不是要过生日吗 生日刚过完没多久啊 那就没什么节 过节 早着呢 那就再没有什么特殊的 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没有 送礼物其实也不一定要挑日子 谢谢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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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儿子 爸 好些了吗 还疼吗 爹很惦记你 也很想念你 你要早点好起来呀 爹 我也惦记您 也想您 爹 您别走 爹 爹 您是管老板 是 别人管子坤 年轻人 你好多了 管老板 您的救命之恩 霍孝林莫齿难忘 你叫霍孝林 虎孝龙吟的孝 双目成林的林 好名字啊 有风骨啊 起来 不 恩公 请收霍孝林一拜 好 这一拜我受了 来 请起 起来 刚才听你喊爹 你爹也在喊口 不在 他老人家半年前 被奸人所害过去了 听你说话 你是读过书的 读过 文文静静 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的恶徒 居然无任何惧怕 人才啊 不敢 只不过是被逼的而已 年纪轻轻 不骄不躁 将来 必能成就一番大事啊 家喻不幸 逃难到汉口 朝不保夕 经常让祖母大人 跟着我一起饿肚子 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 你还有个奶奶 对 瘫痪多年 还是个闲损哪 那你离开医院 有什么打算呢 干活挣钱 尽快还管老板垫付的救命钱 垫付 我什么时候帮你垫付过钱哪 管老板 孝林可没钱给医院 我花钱救你的命 是因为我和你有缘 什么垫付不垫付的 把这件事情挖了 不 无功不受禄 救命钱我一定得还 好 有骨气 就赢你 出院之后到大龙商行来找我 我雇你 赚了工钱 慢慢还我也不值 您是说您要雇我 怎么 不想到大龙商行来 不 我的命是您救回来的 从今以后 我获效了您这条命 就是您的了 好 记住 B号大龙商行 在汉口街上一打听 就知道了 好 大龙商行 快 大孙商回来了 快让我看看你 脸上没吧 好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霍家 要出一条真龙天子 这一劫过了以后 就一瞬百瞬嘞 哪儿来的什么真龙天子 我问你呢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给我孙子霍孝林办喜事 你爹走的时候说得明白 把樱桃给了你 这大半年都过去了 还不完婚 那可是不孝 我知道 你不愿意跟他完婚 是因为手头不负义 我这当奶奶的 可没有不帮你完婚的道理 你们哪儿来的钱 这又是鱼又是肉的 哪儿来的钱 奶奶给的 孙子 你哪儿来的钱 我把你那条黄货给挡了 我的镯子 你 你别急 你还我镯子 还不了了 已经荡了 咋还呢 再这儿说 我不该还哪 你听好了 奶奶给你讲讲道理 镯子 是画了霍家祖传的金锁打的 那金锁是我传给你爹的 你爹传给你 再往上倒 这东西 压根儿就是我货白事的 我自个儿的东西我当了 怎么了 你 大孙子 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 大难不死这么大的喜事 咱们家不得庆贺庆贺 那庆贺庆贺不得用钱吗 用钱 你奶奶我又没地儿偷去 我 我 我只能当那镯子我 我听小六说了 你遇上贵人来 大龙商行 我让樱桃打听了 在汉口赫赫有名 你跟了大龙商行的管老板 从此以后错不了 俗话说 先成家后利益 今天你把喜事办了 为的就是以后 你飞黄腾达呀 你 你 你说我爹要把你许配给我 谁听见了 你就是在编谎话糊弄我 对不对 大少爷 我 不对 我听着了 你爹临走之前 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 他说 娘啊 您要是能活着 就给您孙子张了喜事 把樱桃嫁给他 给咱们霍家传宗接代 我听得真真的 错不了 我七十多岁了 我要说一个字的谎话 天打雷劈 让我今儿就死了 我 霍小林 你爹是冤死的 他那会儿可不容易走 没准他就跟着你看着呢 你要是个孝顺儿子 就听他的话 今儿个就把喜事办一呗 几十把斧子 对着本大少爷 本大少爷都没认怂 你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两个女人 想编瞎话糊弄我 没门 不是 大少爷 别来 让他吃 别生就算败了糖了 来 四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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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孙奶 你那破镯子 就换了这么一桌好菜 你要是舍得 你全糟进来的 你奶奶我 好些日子没打牙气了 就指着这对呢 咱们家最难的时候 你要糟进东西 你看看你爹的魂 夜来会不会找你算账 糟进东西 我才不糟进东西呢 我还饿着呢 好好好 吃了就好 动一筷子就算吃喜酒了 哎 哎 不说办酒席吗 酒呢 还不给本大少爷上酒 对 酒酒 小时候 给你大哥上酒啊 来 来 来了 来 来 哎 这酒真香啊 你也来点啊 哎 等会儿啊 不说给我办的酒席吗 你们喝什么呀 我还不够呢 对 对对对对 小亮 人逢喜事精神爽 咱钱不多呀 买的酒就少 让你大哥喝好了 快 construction 好啦 呀 哈 那 这 好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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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给我记住了 男人心里想的谁不打紧 嘴里念叨谁不打紧 跟谁已被窝 嘴要紧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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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那 sec 你家吃不饭 那你吃什么 你吃得逃 那你吃我吃了 你看那你吃了 这 баб 我去吃了 吃了 通常看的 哪能有那么大的动静 我喝多了 酒是穿肠的毒药 不是 酒是好酒 我让小六子 买的是那最好的酒 那酒坛子一打开 我这蝉虫就给勾出来了 可惜 你一口都没给奶奶留 你 孙贼洞房花竹叶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坐这儿干吗呀 赶紧进屋接着睡去 老太婆 你欺负我 你们何就会儿来欺负我 咋还哭上了 樱头没把你伺候 我要娶的是梅姑娘 梅姑娘 对呀 没有别的姑娘啊 就是一个樱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我说的是梅花的梅 不是梅友的梅 梅花不再跟梅友有什么区别 老太婆 你诚心召见我 是 怎么着吧 你 有本事 你趁着天黑没人看你 把我扔江里咽死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知道你敢 我还告诉你 打小 我就三天两头把你打得皮开肉战 你一有错 我就鼓得你爹把你撵出去 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 承认了吧 承认了吧 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你非要让我娶一个小丫头 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 诚心糟禁我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我 屁 打小米爹 就让你念这四书五经 你啥时候好好念过 那书桌底下 啥时候不是藏着蛆球罐子 锅锅笼子 你还文韬 家里杀织鸡你都不敢看 你还武略 我看你 吹牛放屁天下第一 那这半年多 你吃谁的喝谁的 吃你的喝你的怎么了 我是你奶奶 养活我你应该 你个老太婆 咱们家都败落成这样了 你今儿个想吃鸡 明儿个想吃猪蹄子 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 我挣回来的每一分钱 都是拿命换来的 你怎么孝敬我 都是应该的 谁让你信霍呢 我还告诉你 我是霍家的功臣 你爷爷一辈子 娶了四方媳妇 就我 给他生一个儿子 就是你爹 老太爷死的时候 你爹才三岁 要不是我霍白氏 霍家能成为西洋第一大户吗 你爹能考上举人吗 你爹不争气 一辈子就生你这么一个败脸儿子 我要是不紧盯着你 早点娶媳妇给霍家传宗接代 我对不起老太爷 你 你什么你 你还以为你是霍家大少爷吗 你现在是地无一龙房无一间 有个小丫头愿意陪着你 你叫知俗呗 还什么梅姑娘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不是叫西洋唱黄梅戏那婊子吗 你说什么 上赶着要嫁给赵金虎 不是婊子 他是什么 怎么着吧 我还告诉你 从今儿个起 你把那婊子给我忘得一干二净 全心全意跟樱头 给我鼓动出一个重孙子来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不赶紧留条根就是对不起祖宗 取樱头是你爹做的主 你看了不上这小丫头等你死了 上樱桃地府找你爹算账去 少跟我这耍个儿 你还嫌委屈啊 你委屈个屁 你还说我糟蹟你 我就诚心糟蹟你了 怎么着吧 我就盼着把你惹急了 你把我扔江里去 你以为这半年我愿意让你养活我啊 住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 有吃没喝的 我早活你为了我 我不舍得厌弃 就是为了看着你给霍家传宗接代 我管你委屈不委屈呢 反正你娶媳妇了 我对得起霍家的列祖列宗 来吧 趁着小六和樱桃都睡着了 赶紧给我扔江里去 奶奶我一天都不想活 好 老太爷 我来了 爸 儿子我来了 人间的座我不受了 我找你们来了 爹 昨天奶奶做主 按您的意思 我和樱桃圆了房 您老人家放心 咱们霍家的根断不了 奶奶 你也真是的 多大岁数了 怎么能让你睡外边呢 就要是让我爹的在天之灵看见了 还不得骂死我 奶奶 我从小不太孝顺 您老人家 大人不计小人过 昨天我娶了媳妇 以后就是个成人了 以后就是个成人了 我要是再不孝顺您 您就动家法 抽我 孙子 孙子 奶奶 奶 我们回屋睡去 大孙子 大孙子 好孙子 大孙子 大少爷 您喝碗粥吧 您叫啥 嘴儿都圆了房了 从今往后 您得管他叫老爷 老爷 樱桃给您请安了 请安有个屁用 请安有个屁用 叫我老爷有个屁用 谁能白管老爷一口饭吃啊 我还不知道到大龙商行 该怎么伺候人呢 那起来吧 谢谢老爷 别谢了 快起来 坐下吃饭吧 奶奶 老爷 叔叔吃饭的时候 哪轮得着樱桃啊 叔叔 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等会儿等会儿 嫂子 您管我叫啥 叔叔 我不是你叔叔啊 怎么不是 您是老爷的兄弟 那自然也就是樱桃的叔叔了 对对对 那大户人家都是这么叫的 老子 我问个事呗 怎么才一宿 你就变得又漂亮又贤惠 大哥 动我干啥 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 怎么弄的 大嫂就是变漂亮了 行了 闭嘴吧 我偏不 别以为我不懂 那成亲三十五大小 我是小叔子 我想问什么都行 老大 你说 嫂子 你别跑啊 好 大哥 我真能跟你一块儿记得呀 当然 我老板人挺好的 我好好求求他 兴许他能 也给你来一份差事 真的 要不还是算 你看我这副德行 能在这里头谋份差事 这大作我也不敢想 有什么不敢想的 走